在陝西遺村 這片窮鄉辟漾上面生活的小朋友 他們沒有豐富的物質享受 讀的是已經變得又黃又殘舊的書 而陪伴他們一起成長的地方 就只剩下這間殘舊的校舍 作為城市人的我 開始習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村民在樂園田後就會坐在一起聊天 在這裡沒有其他娛樂 也沒有電視機、收音機和報紙 甚至可以說是雨勢隔著 當我拿出地圖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很好奇 究竟自己在中國的哪一個地方 這裡是陝西 整個陝西陝 魚圈在這裡 原來一本這麼簡單的地圖 都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這是意想不到的 陝西三連大旱 令到水變得更金貴 這兩天下雨後 所有村民都拿了衣服出來洗 我這個衣服已經好幾天沒洗了 這臭 沒洗 沒洗 對啊 你帶我去哪裡洗 樂廠 樂廠 樂廠是甚麼 樂廠是一個大廠 大廠 大廠 小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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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你吃 每天你吃 你吃 樂廠 在這裡洗衣服 洗衣服 這個那麼小的水 每一次你過來一邊洗衣服 全程都在這裡洗衣服 全程都在這裡洗啊 沒有睡到就洗不成了 面水都洗不成了 有人在這裡大小便嗎 沒有 那他這裡不大小便 那就是一般是小孩 一般小小孩子在這裡大小便啊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啊 不會吧 這個不吃 個人自己不吃 光是洗衣服 聖口吃 帶水 挑水 挑水 這水下可乾淨乾淨 沒有 你先洗 你先洗 這水可乾淨 你先洗 水的顏色比我的衣服更深色 下雨對這裡的村民來說 是一件很令人興奮的事 但是也令到這一片 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原 增加了重重的危機 而我就經歷了一次 死裡逃生的難忘經歷 正當我去搖動學校的途中 我突然覺得肚子很不舒服 於是我就下車走到一邊解決 在我去洗手的時候 誰知一腳踩到一片防禮島 原本想著沒甚麼 很快就可以爬起來了 誰知一用力 原來只是浸到腳硬的浮泥 就立刻浸到膝蓋 那時候 我才知道自己已經身後感境 幸好同行的司機和攝影師 發現了我 但是因為當時四面都是浮泥 而他們站的位置也非常危險 所以我叫他們不要走 而富有經驗的司機 就第一時間撿了幾塊石頭 扔過來給我 叫我借力爬上來 那時候 我不斷地叫自己鎮定點 不要急 因為我知道我一心急 就會沉得更加快 試過幾次都撐不起來 因為泥實實太重了 一、二、三 快點 好,先停一停 好,停一停 行… 好,行… 行… 現在要自行慢慢來 真的要自己慢慢來 要自己慢慢來 很急 其實攝影師當時踩的地方 都是一片浮泥 謝謝 攝影師做了二十分鐘 終於爬起身 但已經弄得整個新鮮 謝謝 這是甚麼錢 但我第一腳踩下去 然後第二隻腳 再想撐另一個地方去 支持的時候,又沉下去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喊救命 沒有人上來,有甚麼人想跟著你 上不到,一路沉下去 如果我真的自己一個人 沒有工作人員,沒有車 弄得這麼髒,我唯有去河邊沖一下 但這次我就學精了 看到是石頭才踩下去 那一下,你踩下去是沒力的 我再用力一點,是一路沉下去 你感覺到有個實地在下方走 不是開玩笑,真的沒力 如果自己一個人是沒力的 整副泥斑 原本我想回去換褲 但一來一回要浪費三個小時 時間實在太緊迫 唯有在河邊清洗一下,再繼續上路 這次我覺得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聽到村民說 如果再過了半小時,沒有人救我 就會完全被浮泥淹沒 雖然大家看到我現在這樣 又赤腳大絲 為何不回去換褲子 最主要是我們的行程很緊密 又要繼續拍攝 我們又約好所有的東西 安排好了 所以你看到我沒有穿鞋 因為我一有時間,我就會脫掉一雙鞋 因為裡面還是濕的,好像沼澤 還有,現在你看到我戴著眼鏡 是因為剛才掙扎的時候 連鞋也掉了 掉了在泥裡,我不敢買那麼多 所以接下來 都要被迫戴著褲子 算是眼鏡 波折重重 終於來到夏井田家初少 這間小學是設置於一個 已經有五十年歷史的搖洞 七五年之前,是一個農民的家 後來空折了,所以借了出來做學校 也都是兒村唯一一間要讀學校 阿姨,我不是在這裡嗎 全家學校有三十一個學生 大約是八歲至十二歲 他們不單止沒有校服著 而且讀的書本 都只是一年有一年這樣流傳下來的舊書 在這間學校的唯一一個老師 兩年前,從另一家鄉村小學調派過來 雖然這裡的環境比較差 但他仍然對這班學生不離不離 今天有一位嘉賓來到我們學校 他專門是從香港幹過來的 他叫金子最先生 一般上課是怎麼樣 一般上課我們先打量 然後唱歌,唱完歌以後 老師就去教師 謝謝 好,我坐在你旁邊,好不好 好,老師叫…叫吧 太陽… 給我美得來,記得我… 挺有趣的,上課之前會唱一首唐爺 一年班上課是這樣 二、三年班會是怎麼樣的呢 現在我們這個教室是二、三年級 這邊是二年級,這邊是三年級 大家好 為什麼一個課室裡面有兩個年班在 使用我們各地的條件特別差 也只能這樣 那你評論怎麼教學 因為他們的程度都不一樣 對,二年級是二年級學的書本 然後三年級是三年級的書本 這時候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二年級同學做作業 給三年同學講課 然後三年同學做作業 我就給他講課 一間學校一個老師踩三班 比一日拍戲 一日踩四組的感覺 雖然兩級學生要迫在一個 鴻毛裝修的幾十尺遙洞裡面上課 讀的已經是熔熔爛爛的書 而他們學的只是一些很簡單的知識 但是他們總算是幸福的一群 因為至少有書讀 四 大爺說,快做一些什麼詞 喜歡 來別將 熔熔爛爛的小學生 不太好 旅人 有個 enfocad condemned 都充滿著好奇心 在小息的時候 我在操場玩便酒銀仔 這麼簡單的魔術 你看看他們看得多麼入神 這個像屁股, 對不對? 然後就玩這個棍仔的魔術 都令到他們覺得很出神入化 對不對? 可是再放回去的時候 這個手指就下來了 不要緊 可是還是看到手指吧,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就感覺不出來 然後你就… 壓住… 然後告訴人家, 放 其實是鬆掉的 對, 疊得那個… 最簡單的玩意 反而令我聽到最天真無邪的笑聲 大家看不看到裡面 是有一個空間在裡面, 對不對? 我吹在上面 這樣空氣會漏出來 謝謝 不過有時候人家找不到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 然後跟他們玩一個大型的遊戲 對了, 就是五里先生幾多點 好 你們問吧, 預備 一、二、三, 開始 五里先生幾點 兩點鐘 五點鐘 五點鐘 七點鐘 七點鐘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五點鐘 五點鐘 七點鐘 十點鐘 七點鐘 還有一隻矮, 超級一點 還有兩個 走出去 無需要花樣多多的玩具 無需要電腦 最簡撥原始的遊戲 已經令他們玩得很開心 五點鐘 一、二、三、四、五 五里先生幾點鐘 八點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里先生幾點鐘 還快 protein 除了游戏和体育堂时间 最令学生着力之外 其实还有一样 那么大家休息一会儿 现在大家可以上一趟厕所 休息时上厕所 休息时上厕所 休息时上厕所的时间 休息时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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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定会有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 有些人游就走了 有些人就不去了 他们都需要上厕所 对 一听到休息时间 他们个个都很兴奋 这帮天真活泼的小孩 见到有同学冲去厕所 其他人当然会来带队 无论有没有去厕所的需要 都一起冲进厕所 沉下去 他们每天上十个钟头堂 每一堂都用不同的钟声来分别 对 为什么会找你 在打当的讨厕 一位老师给我买了一块书标 说我年纪比较高一些 老师跟我讲时间表 让我看得到 这时间表里面也有分一颗两颗 什么早操 还有午休 上落堂的钟声有什么不同 让我看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铃吗 是 是不是有分别的 是平常说早操的反应是怎么样 有 这是我们的下课铃 下课铃 上课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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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学校的设备很简陋 自建校以来二十五年 从未装修过 学生用的桌椅都摇摇摇摇摇摇摇 而冯老师更加要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科目 在资源这么缺乏的环境之下 所有学生都没有放弃过任何学习的机会 他们的坚艺精神 最值得我学习 在这里的学生 每朝清晨五点半上课 下午四点半才放学 但是所有的同学放了学之后 都没得休息 就像读三年级的三三女同学 那样 回了十个小时学之后 不单止没得玩 还要赶回家做家头世母 三三家庭环境比较差 他妈妈前几年过了身 爸爸每天早出晚归 每天早出晚归 每天早上都要出市镇 卖小马 直到晚上才回来 而他又有一个六岁的弟弟在家 所以这三年来 他一放了学之后 就要立刻赶回家 身兼母职 照顾他的弟弟 虽然是敢奔波 但他一点怨言都没有 而且我还看得出 他还是一个好董事 好生性的小女 回到家 他第一件事 并不是去做功课 也不是温书 更加不是去玩 而是煮饭 而在香港三年级的小学生 一般的家头世母 都未必懂得做 何况是煮饭 炒菜这些复杂的家务呢 其实一般遥动的家头世母 都是由女人去担当 但是在没有了妈妈的日子 三三就要负责 全家人的起居任食 在香港 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应该由女受父母的爱活 在父母的互因之下 慢慢成长 但是这些对三三来说 只是一个奢望 做完所有家务之后 都已经开始入客了 三三就利用这些紧如的光线 开始温书做功课 三三 你平常做功课 都是要这样做的吗 是的 是啊 你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啊 在土坑上面做功课 其实是对三三的化育 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遥动的光线不足 长期的聚精回神去看书 很容易令到视力有问题 而在土坑上面 长期的弯腰做功课 会令到她的脊骨受损 而我听三三说 她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 弯着腰做功课 所以 我也都发觉三三有少少寒背 我就知道你今年三年级 念完三年级之后 然后下一年可能要念别的学校 对不对 对 那也舍不舍得这家学校 舍不得 舍不得 不舍得老师对不对 对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当一位老师 当一个老师 当一个老师啊 为什么会想当一个老师 因为帮助这些小朋友 帮助小朋友 就像村里面的小朋友一样 对 就是好像张老师一样 是 那你这个老师不好当 你要好好地努力 对不对 你学得越多 差点没有小孩 就学得越多 对不对 对 在很多地方 有些学生只会想着 放了学去哪里玩 但对于遥动学生来说 他们只会想 如何把握一分一秒 去学更多的知识 原始的生活 令到乡村学生变得坚毅 资源缺乏 令到他们更加珍惜 现在的一切 明天我会探访我最尊敬的冯老师 我们这儿出在虹土高原 农民主要靠牵吃饭 最近年前期特别干旱 农民没有收入 那我就得到工资 对 对 有你叫什么名字 对 都知道了 我还会参加三十多位同学的 结业典礼 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份 非常有意义的礼物 送给他们每一个 妈妈, 过来… 两个星期的遥动生活 我终于要跟他说再见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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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踢开这个木 我们的车在沿途跪下了 现在是晚上 你看到周围的环境是黑色的 完全黑色的 是没有 都挺瘦的 继续 1 2 好凶 你会不会推下去 对 会不会推下去 你会不会推下去 你还是小心点 你真的要走 你试着 我第一次推这车 是向后推 终于也不错 终于也不错